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两位跟大家问好 大家好 我是五年人班刘一轩 我是五年人班叶维如 你们这次的成绩表现优异 为什么会有做这个发明的想法 因为我的妈妈是职业妇女 平常非常的辛苦 我总是想帮她做做一些价值 减轻她的负担 可是我个子不高 所以我就想到利用磁铁 束带这一家 完成了这件作品 这样的作品真的是简单 方便又实用 在比赛中 有没有让两位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当时评审问我们说 这件作品可以系在手机上吗 还有评审问我们 这个作品可以卖多少钱 这些评审真逗趣 那你们是怎么回答的呢 我回答评审说 手机是三星产品 不能系在手机上 而我回答评审 这一个可以卖三十五元 从这些比赛中 两位觉得学到了什么事情 我们学到了勇敢应对人群 也增强了我们的表达努力 他们让我们学到 从生活中细心观察 也能用简单的东西 做出方便的发明 再次感谢五年人班 刘亦轩、叶维辱 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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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